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暗龍紀元一端審判 我們上次打到這個狼的問題 這裡如果要解決的話 大概就只剩下 那個瀑布上的洞窟 還沒有去而已 1.2334 3.433 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安全了 狼也被解放了 噢 魔刀死了 還有一隻狼 我打完之後有狼嚎聲欸 噢 魔刀死了 噢 魔刀死了 這種地方感覺就會還有東西太險 噢 魔刀死了 噢 魔刀死了 噢 魔刀死了 現在它可能是掩護外線 的布送令 把一個的這樣 掩護外線 那就可以看得到 在你身邊 首次也看得到 直播 再給你沙漏 快速 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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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碎片又得到一個 剩下三個了 這樣這邊應該都找完了吧 就離開吧 這邊應該是我剛剛進去的路吧 喝瓶水 欸 裡面還有一個任務我沒有找到 奇怪 這邊還有物資我已經撿了 這個嗎 露掉哪一個物資嗎 這個嗎 這個 再來就是去回報 傳回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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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成績 Yelena says you got rid of those demon cursed wolves should be safer for our farmers now 看看我能說的話是差不多的 再問問看他又不會機會吧 看來沒有什麼幫助齁 他不想要給的還是不想要給 法師名叫也都被我解決掉了 看一看 我又能解的都解了 紅牙村進不去嘛然後 對啊都解了 好 這裡還有一個 熊爪任務 之前看那個什麼 獵大熊爪 要大的 大熊爪在哪勒 有紅色箭頭 嗯? 這關是嗎? 應該是 看起來就不太一樣 啊 好 我來一次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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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變 再燒 這個熊搶很多欸 等劫暈差不多 百分格拉都已經不知道跌倒幾遍了 好快 退後 變 快了快了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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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啦 不小心放到技能 太狠了 怎麼端一端那麼快 不錯 那是核彈 uhm 那你讓我解決了 這供電手還在那 這供電手還在呢 醃映的傢伙 哇 最後一隻熊熊在哪裡嘞 找到你了 有敵人 好險 躲過 啊這隻熊怎麼不動了 還不難打 閃到後面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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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 重開也沒用 離開新德蘭地區再回來 讓他整個地圖重新組織之後才恢復正常 我們都要再尾翱一次熊熊了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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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ele 好險 好 好險 先 別 別 三隻全部歪色了 他媽在是真團結 我們的卡山德拉是很厲害的 他媽在面前的護盾連吊都沒吊 我不是被你... 哇哇哇哇哇哇哇 一瓶燒 那兩隻好像死掉了是不是 好多了 好多了 所以就是這個任務不用回去覆命就對了 雖然那個獵人也是死了 大概就是... 除去這邊巨熊的威脅而已吧 再來就去那個瀑布... 的洞穴吧 這是瀑布還是湖補啊 可是那邊有水 我現在要上不太去耶 好傻呀 好傻呀 對嘛這邊有個瀑布 對嘛這邊有個瀑布 我上次來這邊...這裡的時候 我還沒有那個... 門的鑰匙 等一下我應該記得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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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 對 對 背景 甩了 哇塞 那麼地方 看來這裏還有不少敵人要打 看來這裏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撿 看來這裏還有一種保護的感覺 真的要有個門 看來這裏還有不少敵人 這個門 因為一些機關所以打不開 阿 他們怎麼體力低下 他們人了耶 還有水阿 算了不管 再無前面整個都不見了 先找東西要緊 這樣對我好像很糟糕 顧著撿東西 索拉斯出現了 他們都來了 照理說來到這邊應該會有一些新資料啊 果然有 好 我們來看看 巨大蜘蛛 蜘蛛說不定本來就那麼大 常見的那些是小型的而已 也就是說 我推測公正的招物組 當初就把他們做得那麼大 這樣的話 他們就沒有辦法躲起來 很困擾吧 躲起來 有3.6公尺 當然也有爪子的巨大生物 知道是躲哪裡吧 微目弱化的陰暗場所 就算不得已得去他們家 也不會因為他們的身形嚇到 不會在晚上黏在臉上 也不會在早上躲在靴子裡 如果蜘蛛的巢像鋼索一樣密集 也不用覺得毛骨悚人 又或者蜘蛛的小毛毛乘風而來 很討厭吧 再馬上遇到大群攻擊 說不定有很多 但打倒一隻看看 但是看著他消失 感覺手刀肩膀的毛倒竖起來 但穿著手甲 沒有辦法解開頭盔 頭髮跑進耳朵癢癢的 超糟的吧 9-39年守護之月14日 紅牙衛兵的紀錄 證實挑釁和後來引發的亂鬥 無人被關 被愛者摔倒了 這朋友有點不太理解 想表達什麼欸 嗯 說不定是 外賓覺得太可怕 語無倫次了吧 弟弟回廊 記得過去弟弟回廊的樣子的矮人 已經沒有人活著了 弟弟回廊是連接洞穴間通道所組成的網路 老實說 通道這樣單純的稱呼 並不符合他的樣子 弟弟回廊是畫了數世紀 建計畫建造的牆壁 作為典範的實相守護旅行者 被熔岩流照亮並保持溫度 它是藝術品 地表的建人 訴說著古代的賢者所做 長達幾千公里的高架道路 大帝國街道 那街道說是用魔法建造的 大概可以跟弟弟回廊做比較吧 但我們矮人沒有使用魔法 不管怎麼樣 已經沒關係了 弟弟回廊現在被安逸支配了 奧姿馬將通往弟弟回廊的入口封印 放棄了在那裡所有的東西時 我們過去的國王 將弟弟回廊永遠讓給那些黑黑的爛東西了 想像一下 現在安逸窟窿正繞著波拿馬爬來爬去 破壞我們的銅像 污染我們的最高傑作 灰霧正在破壞我們建起來的所有東西 去外面回來的矮人都說 狀況年年惡化 目前的範圍逐漸擴大 然後鑑魚人說 安逸不會來到地表 是不是已經不見了 唉 總有一天 奧姿馬永遠消失時 他們就會知道 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吧 暗逸除了往上走 也沒有別的地方去 當然會往上 地表人將會面對 永遠不會結束的瘟疫 與矮人的礦工階級對話的筆記 祝福了時代八之九十年 矮人落寞了 好久以前的事了 小小小時候 快點 忙一會兒 1 1 2 手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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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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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5 我們差不多先打到這 這集時間已經要到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我們下一集再見